小阿法 一年前 某認真負責的小CP指出 泌尿科目指醫師處方有異議 因此得罪目指 小CP轉阿法後 目指拉攏其他阿法們一起弄它 只能說那個小阿法不懂做人又太負責 於是在指導快快快的那個單位裡 小阿法被惡搞霸凌 小弟我曾經看過他在吃高血壓藥 小弟我問過阿法為何不辭職 一句話 大醫院的錢錢高又穩 吳斗米害死人啊 不熟啊 我跟他基本上沒講過幾句話 大約一年前 鄭立松到你們醫院任職臨床藥劑師 你們有共識過一陣子吧 或許吧 都這麼久的事情了有點模糊 而且畢竟 部門差得有點遠 距離不到一年前的事 他還指正你處方上的問題讓你丟大臉 印象很深刻吧 你剛剛說部門差太遠所以不熟 那我想請問一下 為什麼李醫師 常常跟其他藥劑師聚餐呢 李醫師 你是泌尿科的 想請問一下 利尿劑通常是用來製什麼 或做什麼用它 不是什麼特別的藥物 網路上都查得到啊 這 不是 這是開個玩笑 开什么玩笑 我只是想要让他 让他一直跑厕所 只是开个玩笑 你是医生 知道降血压的药 跟利尿剂一起吃 会怎样吧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有吃降血压的药 在这之后不到一个小时 他就高速撞上护栏 连刹射痕迹都没有 要不是自杀 就是当时血压过低 根本已经昏迷 你说这只是开玩笑